大家我是Paul 最後到最後我英文一起讀 這個新聞也是超屌的 我覺得一個招財廣告 像wanted這個字 我就馬上要講一下 這個wanted你可能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過 有沒有看過一個美國以前徵兵的廣告 就跟美國大叔有沒有 戴帽子什麼 然後指著海報就指著鏡頭外的人 wanted我們要你來當兵這樣子 wanted另外一個是懸賞 政府想要把這個人抓起來 神志以法 所以那個就叫做一個wanted 如果是開報wanted poster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要找的人wanted 這是一個taste tester 這兩個字我相信很多台灣同學 可能就會有點小掙扎 前面這個東西叫做腸 腸味道的腸 或者是嗅覺不對 我們講的是味覺 taste 所以它的發音是taste 那後面這個字是test加一個er 考試tester 所以是那個短音的a 前面是a 所以再一次taste tester taste tester 所以他們在找一個taste tester 嘗味道的一個人 測試味道的人 那他每個月得吃3500塊這個糖果 所以一天要吃100多顆糖果 聽起來蠻扯的 但總之他offer多少錢呢 7萬多塊錢 ok 10萬塊的這個加幣 那換成美金就7萬 7萬7千786塊 那就是台幣200萬左右 這樣200多萬 好所以先讀一下第一段 它其實裡面很多那種算是 就是有一些我們熟知的名詞 然後他把它裡面的一些字 調整了一下下 然後就有那個幽默感出來這樣子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沒關係 先看第一段 Canada's Candy Fundhouse 這個公司 is hiring a chief candy officer to earn an annual salary of 100,000 Canadian dollars as its lead taste tester tasked with trying more than 3,500 pieces of candy per month or more than 100 a day on average 好所以第一段念完 所以這邊他們在找的 叫chief candy officer 這就讓人家會心以笑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chief什麼officer 我們常看到的就是 首席執行長 他chief這個字先放出來 然後加上executive officer 所以CEO這樣子 那CFO有聽過嗎 我相信熟知這個人 就是熟悉這些概念的人 一定都知道 你在商場 或者是你讀MBA或三校 即便是生活上的知識 你大概知道 我們叫他首席財務長 所以Chief Financial Officer 那COO有沒有聽過 大概會是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Operating Officer 所以Operation好了 那CCO是什麼 CCO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他把裡面那個C 變成了Candy OK 所以你看我剛剛所說的 我們熟知的一些名詞 他做了一些調整 然後就覺得蠻會心一笑的 所以他在找一個Chief Candy Officer 好 那沒問題 錢的部分OK了 那他剛剛這邊這個寫法 所以你要身為一個Lead 就是你是一個領導 你是一個首席的Taste Tester 你被賦予的任務 任務 人物咧 就逗典後 這邊其實有關帶跟B洞子被省掉了 So who is tasked 所以這個詞跟前面比起來沒有好力量到哪裡去 一般來講 TASK這個字就有任務的意思 Task Task 加個ED Tas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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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re hiring a lead taste tester who is tasked with trying more than這麼多Candy 這樣子 所以你被賦予任務 所以who is tasked with 後面這個東西 好大家聽懂了 可以 所以這個令人吸引目光的職位 吸引了很多的大家的注意力 所以這個eye catching 是一個蠻常見的片語 吸引大家目光的 所以eye catching的roll OK 這個角色 吸引了widespread attention 那沒問題 好 而且這是一個就在 反正就是一個在 因為你知道看邱職的那種廣告和三小的 多半真的很無聊很單調 我們找什麼人 找什麼人需要的requirements是什麼 你要多抓什麼學歷什麼背景什麼經驗什麼三小的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 他說了一個 這是一個很humdrum的round of job listing job listing就是那個工作的那個列表這樣子 那它是一個領域 所以這是一個round of job listing 而且它非常的humdrum humdrum 所以humdrum就是很單調的乏味的 所以這家公司這個招財廣告就帶來了一點這種 奇思妙想 whimsy OK A moment for whimsy in the stressful yet humdrum realm of job listings 這邊它還蠻發揮一些寫作的一種創意 所以用了一些可能同學比較沒有很熟悉的字 whimsy這個字 你可能比較常看到的是whimsy這個字的形容詞 就是whimsical whimsical 所以很意想天開的 奇思妙想的 same thing 那humdrum這個字剛剛講的OK的單調法揮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聲字其實還真的蠻 算是比較高階一點點的 humdrum這個字也很少看得到說實在的 這個drum結尾的字我倒是可以提一下 有個字叫做conundrum conundrum的意思是難題 I am having a conundrum 我人生中遇上一個難題 兩個女朋友該選哪一個之類的 you can call that a dilemma too I guess 兩男的處境之類的 好我們再往下看 這邊有一個我們剛剛所說的就是那種生活中常見的詞彙 然後他換了一個字讓人會心一笑 所以在這個職位中in the role you will be approving candy for sale and making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to award a CCO stamp of approval 所以你的工作就是來 這個糖果可以賣 Approve 很棒 Approving candy for sale 以及是不是該給他一個 我們CCO認證這樣子 所以stamp of approval stamp就是蓋章 所以你這個CCO蓋章 所以this all happens in the company's candy intelligence agency 所以這一切都發生在公司裡面的單位裡面 這個單位叫做CIA CIA 我身上讀這一篇 讀到這裡我是第一次笑出來這樣子 Candy intelligence agency CIA一邊講的是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它把central換成了candy intelligence還是留著 所以intelligence這個字 雖然你常常理解為是智力 可是其實它可以翻譯成情報 情報 OK intelligence 所以我好像在某一個影片中曾經講過一個字 叫counter intelligence 我那時候超前口誤把它講成反智 不對 counter intelligence是反情報 OK 所以這個知道就好了 沒問題 Alright 其實我也想問大家CIA是幹嘛 你知道 CIA常聽到 FBI也常聽到 FBI叫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聯邦Federal Bureau就是那種局 辦事處之類的 B-U-R-E-A-U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就是這個聯邦調查局 他們分別的任務其實是FBI是管國內的 CIA就是美國管世界的 然後美國憑什麼管世界 他還正會管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CIA的網站 有一個頁面叫做World Book 我都沒記錯的話 OK 不是Word World 所以還有一個世界之書 World 還是叫World Fact 我有點忘記的 我現在沒有很想去他的網站看 在這個頁面裡面 世界上每個國家你都可以點開 點開之後你可以找到那個國家裡面 巨細迷的諮詢 你去點眼看台灣的 它裡面資訊多的會令你覺得非常的驚訝 包括我們零五大小人口怎麼樣 然後甚至我們黨派的發展歷史 然後我們經濟上的一些歷史上的一些各種不同的資訊 It's got loads of information on Taiwan OK It's gonna surprise you trust me 所以有興趣的自己去看一下下 所以CIA的調查這麼清楚 好anyway 再往下看 我們特別一定要講到Board這個字 我覺得 所以這裡說 You lead the company's candy strategy 所以領導這公司裡面的糖果策略 然後你又run一些candy board meetings OK 什麼叫candy board meeting 什麼是board meeting 所以這個字就認識一下下board meeting 什麼是board 董事會 OK 所以你不要把董事會想成是一個多fancy的字 英文就是一個board 所以你說我是I'm on the board of什麼三小的 就是你在什麼什麼東西的董事會 像board of education 就是教育局的董事 你翻譯一下董事會嗎 教育局董事會聽起來怪怪的 可是真的有這個單位 board of education 教育部吧 所以總之board就是做決策的地方 所以我把翻譯成董事會 可能也是一個比較籠統的翻譯 所以你像board member 就是董事會成員了 這樣簡單的說 OK 好 所以board這個字多補充一下下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也一定要知道的就是 我們有時候說你喜歡吃甜的對不對 我們覺得它sweet tooth yes 所以你需要什麼東西 你這個工作的 criteria是什麼 你需要一個黃金的這個taste buds 所以taste bud叫做味蕾 那因為味蕾是很多顆 所以它是複數的taste buds 所以你要有很棒的味蕾 以及很明顯的你應該愛吃甜的 an obvious sweet tooth ok sweet tooth就是偏好吃甜食 ok 然後下一個我也笑了 所以這個roll呢 有一個不錯的的一個算是公司的一個perk 所以多看一下這個字 它雖然沒寫出來 可是我介紹一個同學就是perk 什麼是perk 就是公司給你的一些小恩小惠 也不一定是小的也可以是大的 所以如果公司拍一台車給你 那大概是不錯的一個perk 那如果公司說我們每個禮拜五下班的時候 下班的時候老師 不是老師 老闆可能會送大家吃個晚餐 祝大家週末愉快 oh that's a nice perk ok或者你公司 像我知道google在101大樓裡面 好像它裡面的一些什麼冰淇淋都是免費吃 隨你吃多少 而且是hagen dust的如果沒記錯的話 因為裡面好像有個朋友 他有時候就會請大家去那邊找他 然後他就請大家吃hagen dust 我是不是講太多了 好沒關係 這應該無所謂 這應該是公開的秘密 所以這就是perk ok 所以這個工作有什麼 comes with一個perk 什麼perk extensive extensive dental plan 真的可愛 所以牙醫的這個 所以他讓你看牙醫 他的coverage可能很好 就是你如果需要鋼管治療 然後補牙可能用的料會比較好 我也不知道 所以總之是一個extensive dental plan dental plan dental plan這個概念 其實在國際 像我們台灣dental是完全健保有cover的我知道 可是在像加拿大好了沒有 所以我在我們家不有錢 所以我在加拿大沒有看過牙醫一次也沒有 ok 還好我算是蠻會保養的 所以回來台灣之後看牙醫 也沒有多看很多次說實在的 我可能補不牙就沒事了 但總之在加拿大是沒有tental 就是健保是沒有covered 所以要是你的公司有 那有的時候公司還不錯的是extend到你的family 像我知道有些朋友 爸爸有 那他也有 因為他有extension到family去這樣子 so that would be called quite an extensive dental plan 好anyway 所以這個list就馬上吸引到很多注意力 我們剛剛也看過吸引注意力 什麼eye catching對不對 我們attention前面常有的一個動詞就是garner 所以the listing may have garnered attention 好 所以garner attention這個詞 順便多看一下 ok garner 算是蠻重要的 alright 好 本來還有兩個字要講 這個字兩個字就還好 他想要強調就是 事實上這個角色並不是這麼的不尋常 因為很多公司其實都有在找這種 就是taste tester簡單的說 像Hershey這家公司就有 Hershey是很大的巧克力廠這樣子 所以下面就是說 他們真的有找過這樣子的人 那你就要能夠去用你的嘴巴去辨別 東西的口感 口感之類的 可能texture這個就不錯 一個東西吃下去什麼樣的口感 texture是什麼 ok texture這個字還真難翻譯 因為他不見得只有吃東西有texture 像我今天摸一個東西 摸起來觸感怎麼樣 這也可以是texture 所以總之texture就是給你一種感受 這樣子 texture 然後他還有像accuity accuity testing accuity更難翻說實在 就是你一個東西清不清晰 叫做accuity 像眼睛清不清晰 accuity 看東西看得準不準之類的 accuity 好 好解釋到這裡大概夠了其實 所以總之你覺得這個新聞好不好笑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那如果今天我那麼愛吃甜的話 我可以去試試看 不過另外一個重點 這個是5歲以上都能去工作 所以我覺得他是故意開5歲以上 事實上同工根本不可能 but just for the fun of it I guess 好啦講到這裡也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